想詢問院長 各廠牌疫苗都將面對戒期銷毀狀況 院長怎麼看 那是否有捐贈國外的計畫 這一次武漢會員室內兩年多來 全世界都窮於應付 當開始的時候 大家搶著要疫苗 我國也用盡全力 我們有從各方面非常辛苦的爭取很多疫苗來保護國人健康 也感謝國人同胞打疫苗 不過打疫苗跟疫情是相對的 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國人同胞就搶著打 當疫情趨緩的時候 打的疫苗自然就會比較減低下降 那我們也用盡方法鼓勵國人打疫苗 現在覆蓋力說起來比起世界各國也不算低 但是我們還是呼籲大家打疫苗 不過疫苗總是需要有一定的期間 因此我們準備的疫苗 如果期限到了 那我們也不能把過期的疫苗為國人打 所以我們一定嚴守相關規範 也不會讓疫苗過期打在國人身上 就醫作業也必須要予以處理 這是不得已的事 但是總是以保護國人健康守住疫情為第一 台灣也因為是疫情防疫國際最好 所以國人同胞現在的意願沒有這麼高 還是拜託大家看看周邊香港 甚至於中國的疫情也都起來 還是打疫苗 因為如果有打疫苗三劑 那尤其對年長者保護會提高很多 致死率會下降很多 請大家打疫苗